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学者 艺术评论家许盛看来 宋慈是以最苛刻的标准 追求最美的色彩与质感 经历数万次失败 才能成功一件的顶级前卫的艺术品 是宋代人穷极人力 而后竟为天意的艺术表达 而在宋朝之后 慈器再没有如此不细公本 不顾一切的追求 前所未见的美感 而且 宋慈之美 不仅仅是其器物本身 还展现在对周边国家文化上的影 想 像高丽青词里的不少工艺文士 就和词周遥有关 许盛针对八十余片顶尖词片拍摄 并精选了两百余书高清照片 并逐一对宋慈的艺术特色 与美学成就进行赏息 将自己对顶尖宋慈片的独到的审美洞见 与审美直觉做成一份审美报告 形成了预见宋慈艺术 在他眼中 宋慈不是晨灰密布的出土文物 而是人类所能制造的最美器物 是天上的光海里的盐 是枕边的充电器或洋娃娃 宋慈到底美在哪里 如何去欣赏宋慈的美 这是大多数人难以回答的问题 以下内容集选自许盛所著的预见宋慈一书 以获出版社授权刊发 摘编和安安预见宋慈 许盛著 上海三连书店2020年1月 为何宋慈是最美的人造器物 顶尖的宋慈所追求的 便是用自身可见的色彩与质感 去包容这个世界带给人的各种难以形容的经验和感受 有时候 他们就像天上的光 海里的盐 另一些时候 他们又像是这边的充电器和洋娃娃 我想这就是他足以让最挑剔的人也被感动的原因 对每个人来说 宋慈的美都是陌生的 但又是可以感同身受的 它们就像是一首首 从未听过 却被期待已久的歌 可以让素不相识的人 分享某个一闪而过的念头 或者生活中某些难以说清的部分 它们就像是宋人站在人类的角度 对着这个创造了人类的世界 写了一首诗 或者发出了一声感叹 展开全文拥有传奇色彩的蜜色词残片 所谓蜜色 除了工艺更加精致外 更强调简洁的优色与质感 这是对唐代以华丽风格为主的美学的巨大突破 顶尖的宋慈有一个共同点 它们没有任何具体的文饰 也没有任何华丽的造型 看上去都十分简洁 它们所有的美集中在两处 一个是色彩 一个是质感 在瓷器发展的历史中 只有宋代的高档 瓷器 对简洁的美学有着深入的理解和执着的追求 也只有宋代的高档瓷器 是以不计成本的方式 以最苛刻的标准 追求最好的色彩与质感 它们不是作为工艺品被制作的 而是作为当时最前卫的艺术品被创造的 宋美是非常个人化的行为 对美的判断也是如此 但是 美仍然有自身的尺度 尺度不能决定个人的好物 也不能判断作品的好坏 但是 它可以展现被衡量的对象所揭示的内涵 以及所跨越的时空 每个事物都可以用不同的尺度去看待 而宋慈的特别之处在于 它可以存在于追问最深 跨度最广的尺度当中 因此 即便对今天的当代艺术研究而言 宋慈仍然是一个无法取代的参照 月瑶粉和盖的残片 拥有温润内敛的翠绿又色 以及克制的印花纹饰 是月瑶又色与质感的代表 宋慈与宋朝的联系宋代艺术 之所以成为更为广阔的世界文明语 文化之流变中的一部分 就在于 它为人类提供了审视自身与世界的契机 它不是基于任何既有的 封闭的文化线索 或者审美趣味的意识之作 而是植根于宋代社会和文明形态的变革 它们的美感源于文明形态 在变革时产生的活力 这种活力可以脱离自身的时代背景 让人发现 存在于自我与世界之间的 更为基础 更为深刻的联系 并由此为后世提供取之不尽的灵感 因此 宋代艺术虽然理所当然是典型的中国艺术 却不是任何规范的中国艺术 它们所展示的 并不是任何定型的传统 而是新思想诞生之时所独有的 文明与文化的无限生机 它们来自爆发时出现的无尽灵感 充满力量的创造 以及争先恐后的 个人英雄式的思想和艺术探险 工艺水平较高的纯黑右面 虽然没有使用细白台工艺 但台质洁白紧实 右面平整润泽 中华文明作为一 各整体被书理和书写 正是在宋代 可以说 当一个文明具备了自觉意识的时刻 也就是将自己闻而明知的时刻 才算是迎来了属于自己的世界和真正的开端 这样的时刻是艺术与文化的黄金时刻 宋词就诞生于这一时刻 它们的美不属于任何既有的传统 它们存在于另一个伟大的传统 得以形成的时空与活力的流转中 它存在于这样的尺度里 为何要欣赏宋词 宋词所代表的不是东方 也不是古代 它是一个充满朝气的优雅文明所留下的物证 这些瓷片在破碎之后更加纯粹的状态 以及它们所重现的细节 都提示着 人类对美的追求所能达到的极致 以及背后驱动这一切的精神世界 它们是如此美好 以至于无法让今天的人们停留在对往昔的追忆里 而是从广阔的时空图景中重拾信心 并意识到今天的一切与天地宇宙之间的永恒联系 一切当大的交 欲和挑战 无论它们看起来如何 都来自人对美好事物的天生热爱 更浅的灰蓝色右面 观摇右面在灰度上的变化 极其丰富细腻 这一片的美感 由微妙色感而来 欣赏宋慈不是为了停留在过去 而是为了在连接古今的色彩与质感里 寻找人在现代社会中常常丢失的东西 那是一种单纯的爱美之心 或者 一种人与自然之间天然存在的精神性的联系 一种人在自然的宠爱之中所获得的温暖与骄傲 宋慈的美是基于这种联系而诞生的 在今天又成了人们找回这种联系的线索和依据 为什么要欣赏瓷片 因为色彩与质感的缘故 宋慈之美最纯粹的时候 就是它们成为碎片的时候 越是破碎 它们的色与质就越是夺目 于是 就像所有的碎片一样 宋慈的碎片脱离了所有的实用性 用残缺的形体换取到灵魂的绽放 这本书所展示的就是最好的宋慈的碎片 读者慎 这不用把它们看作宋慈 而是看作一块颜色 一束光 一个音符 一阵风 或者风里飘散的花瓣在造物的韵律里 它们都是一样的 十分典型且饱满的银游低摇变 本文选自遇见宋慈一书 以获得出版社授权刊发 原文作者 许胜摘编 和安安编辑 罗东校队 迪勇军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